在去年度裡面辦了一個 原住民部落大學的課程 這個課程我特別要感謝的 就是我們的那個 政大樂庫團隊的范月花老師 其實他在這裡 烏蘭游走了好幾年 我們沒有特別注意到他 但是這近三年我就覺得 因為他的用心和熱情 我們一直都是看得見 所以呢最近呢 他在這個織女界非常的活躍 甚至於策劃到我們今年五月份 我們有一些織女要跟著政大的團隊 一起到北海道去做這個 艾努族的這個文化交流 以及支部的一些參展活動 去年他們去了 去年我本來要去 但是我家裡破掉了 開玩笑的 所以呢也因為就是家破 還好沒有人亡 那也因為這一次的活動呢 我特別兩天的時間把我這邊的場地把它整理乾淨 上次有來這裡辦過原住民部落大學活動的一些夥伴們都知道 我這旁邊本來都還很雜七雜八的東西 還很多很擁擠 那有些東西就暫時清一清三個月拿出來展覽一次這樣子 好 那在這裡呢 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就先介紹一下我們烏來區的這些 非常美麗 非常有活力 而且又充滿幹勁 有熱情的這些婦女 那我就不要按照大小 我們就從這裡一路就介紹過去 好 那首先第一個就是介紹 我很感謝這個人